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捕是根据原创小说所描写的 《发生日本》 原来故事的背景是东京 大阪申请的地方比较容易 还有人是比较乐观的 所有事情决定到比较快 所以把故事改成大阪 周围的环境很漂亮 出名的地方自己就是有些温和 开始 我是建议用日本摄影师 我希望能够拍到日本本身的味道出来 John can take the audience into emotional point 每个剪刀他想要做 他总是有很好的想法 如何难度高的镜头运用 他都全部做了出来 有很多东西拍得很漂亮 我们的美术导师都是日本人 他们双方合作上是很有默契 对这个戏有很大的帮助 这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会想要做的 我会想要做到 我会想要做一个好专门 我会想要做一个好专门 他们的工作很专门 他们都在设计好的计划 按部就班 我感觉到那些人 我会想要做一些事 我会想要做一遍的事 我会想要做一些事 我会想要做一个变化 我真的没有杀人 他把他追求,是正義貫,孤皇的刑事 逃亡犯を探している 被疑者的名字是ドゥーチュ,40歳 中国籍的男性 大阪中間混乱してるぞ あの男は絶対逃脱 証拠が完璧すぎるところが最大の矛盾だ そして,交錯する,二人の運命 第五人 人生の規制 I do not want to kill you I don't trust cops If I go back with you, I'm dead これからもお力添えを 我当たりに注意がティーファ You're afraid now It's time to fight back 正義を貫き 運命を撃ち抜け マンハント